女人到死都不知道最爱的丈夫为什么要杀自己 她只是想在这片暗黑之地能被当成一个人对待 可她的丈夫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要毁掉 兴许是上天听到了她的祈求给了她一次重生的机会 再次睁眼自己竟然奇迹般地重生到18岁 她不可置信地呆呆盯着镜子中的自己 她亮亮呛呛地有些站不稳 她不明白 自己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会突然重生到18岁 这时突然有双手扶住她要倒的身子 那人焦急地询问阿黛琳是不是不舒服 阿黛琳看清楚来人之后都震惊了 疑惑艾达怎么也会在这里 那天晚上她明明亲眼看见艾达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原来阿黛琳是劳顿伯爵的私生女 直到有一天身份才在贵族云集的宴会上被公开 但她出生卑贱 所以整个府邸都没人待见她 只有艾达是她在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唯一向着她的人 能再次见到艾达 她是真的很高兴 她将艾达紧紧拥入怀中 这种真实的触感再次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梦 而艾达以为阿黛琳是不想嫁给公爵才会如此难过 经艾达一提醒 阿黛琳才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婚礼 没有订婚一室 也没有甜甜的恋爱 仅凭一纸求婚输促成的婚姻 上一世她一心只想逃离劳顿家族 因此她什么都愿意做 可是嫁到那里之后 她仍被当作一个无用者 最后还被丈夫无情地杀害 虽然阿黛琳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她确定她重生了 而且还重生到了她还没嫁给那个男人之前 这是上天给她的第二次机会 而她决定这一世一定要活出自己的人生 不再任人摆 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 阿黛琳下意识转头看过去 那人笑呵呵嘲讽阿黛琳道 果然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啊 来人是劳顿伯爵的嫡女碧昂卡 她瞥了眼阿黛琳继续嘲讽她 那位和她结婚的公爵爱好真是特别 阿黛琳回想起上一世 她也是这么羞辱自己的 而当时自己因为太惧怕她了 于是都没敢回读 可现在的她已经不是当初的阿黛琳了 面对这些事情也不会再忍气吞声了 于是阿黛琳微笑地看着毕昂卡道 是啊 多亏那位特别的男人选了我 我可真是要好好谢谢她 毕昂卡没想到阿黛琳竟然敢如此对她 连一旁的爱达也震惊了 没想到平时柔柔弱弱的小姐 竟然敢顶撞泼辣的毕昂卡 阿黛琳继续输出说至少自己还有男人去 而她连一个男人都不想多看一眼 毕昂卡被她怼得咬牙切齿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阿黛琳看着被自己气到的毕昂卡 心里别提有多数 随后毕昂卡不服气地冲她大吼 就跟那样的公爵结婚 我才不羡慕你 阿黛琳听后扑哧笑出声 抱歉我忘了我们的处境不一样 也又没被选中 毕昂卡被气得捏紧手中的扇子 区区一个私生女竟然敢欺负到她头上来 下一秒她便抬起手中的折扇 想要攻击阿黛琳 结果被敲门声打断了她下一步的动作 来人是管家 她告诉阿黛琳本雅克公爵 想要邀请她到客室医学 阿黛琳听后静止从毕昂卡身旁跑过去 漫不经心对她道 那我先失陪了 毕昂卡被气炸了 没想到阿黛琳竟敢对她如此无语 而阿黛琳头都没回地直接走了出去 阿黛琳不知道给她重生机会的究竟是神明 还是别的力量 但她相信 让她回到婚礼这天一定是有原因的 现在终于又要见到她那位生命显赫的丈夫 那位就连皇帝都不敢得罪地残暴公爵赫雷斯 那位她曾经深深爱过的男人 那位一心只想杀了她的爱人 她被最爱的丈夫一剑刺穿胸膛 可男人却连一个理由都不给她 她就这样含和而死 却不成想再次醒来 竟然重生到了他们婚礼当天 而重生后的阿黛琳 已不再是当初温顺乖巧的小女孩了 她早已丢弃上一世的自卑与诺言 面对眼前这个她前世纪畏惧又想努力靠近的男人 她大胆注视她的眼睛道 请领我入场吧 而男人之所以会娶她 只是因为做了个预知梦 而梦里的阿黛琳就是那个能预知未来的人 所以她才费尽心思把她留在身边 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成为她的妻子 本来接心这件事 她想直接丢给好友阿斯特去做 结果阿斯特说那个女孩很可怜 她不给人家举办婚礼 也至少亲自去接她 毕竟阿黛琳还是个温顺乖巧的小姐 可赫雷斯看着眼前这个不卑不胖 还敢直视她眼睛的女人 不由地怀疑阿斯特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随后她也没有牵起阿黛琳的手 静止从她身旁走过 然后叫她跟上 阿黛琳眼里闪过一丝落寞 但转面一想 她不是一直都这样 上一世从第一次见面到亲手结束她的生命 她都是那样的哭无情 傍晚时分她们的马车停在路边休息 赫雷斯想到刚刚阿黛琳不卑不抗之勾勾盯着她的样子 有些不满的质问阿斯特 她说的那个温顺乖巧的小姐在哪 阿斯特只能用笑容化解尴尬 明明之前还是位乖巧的小姐 听到赫雷斯的名字都能被吓得头都不敢看 现在却像换了个人似的 马车停下后 阿黛琳也同睡梦中醒来 她以为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结果赫雷斯告诉她 他们得换个方法去公爵领域 接着她又问她了不了解魔法 阿黛琳当然了解 这可是上一世赫雷斯亲自教她的 下一秒赫雷斯又问她都会用些什么魔法 而阿黛琳却说自己累了不想做这些 赫雷斯看她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传闻说她温顺乖巧 现在看来都是几点 而阿黛琳察觉到她的目光后 也狠狠地瞪了回去 他们互不相让地在用眼神交诈 而一旁的阿斯特被吓得直蹲 随后赫雷斯还是选择退役 他问阿黛琳又没用过瞬间一动 听到女人说没有之后 他便不管她是否会眩晕 直接施法将人拖了紧 到了公爵领地之后 他以为女人早已被晃晕了过去 结果阿黛琳不仅没有晕 而且还抱着一棵大树感看起来 赫雷斯和阿斯特都被他这波操作整了一段 结果下一秒阿黛琳直接开门见山说 要跟赫雷斯提几个条件 赫雷斯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敢如此大胆 而阿黛琳之所以敢如此大胆 无非就是知道赫雷斯有求于他 女人上辈子被最爱的丈夫残忍杀害 重生归来他只想做回真正的自己活下去 即便自己改变不了和他结婚的事实 但也不再想和男人扯上更多关系 于是便向男人提出不想改姓 只想作为阿黛琳活下去的要求 一旁的阿斯特听到这话后紧张得直流汗 然后忍不住提醒他现在已经和公爵大人结婚了 阿黛琳笑呵呵道 我当然知道啊 要不然怎么会站在这里 阿斯特不明白那为什么还要执意不改姓势 难道不担心对外人说小话吗 阿黛琳漫不经心地说 如果你能再贸然来提婚前担心我就好了 不过他倒是一点都不在乎外人的看法 他想赫雷斯也肯定不会在意 下一秒赫雷斯开口 随便吧 我也无所谓 阿斯特背着两口子的操作震惊地直接愣在原里 可刚刚爽快答应的赫雷斯突然觉得很不爽 他提出这种要求他应该觉得很轻松才对 可为什么他就是很不爽 而且阿黛琳似乎在刻意闭着他 下一秒阿黛琳又突然开口 在人前他会扮演好公局夫人 但私下他只能是阿黛琳 还有他对盛大的婚礼还是有幻想的 所以等他想要的时候 赫雷斯必须给他举办一个 如果他同意 那他们现在就是假装结婚的同盟关系了 赫雷斯对他这个提议也感到很满意 他很欣赏阿黛琳的举遇 随后阿黛琳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们飞奔而来 来人是赫雷斯的管家马文 他激动的跟阿黛琳打招 而阿黛琳同他一样激动 能再次见到他 真是太好了 因为上辈子马文是在公爵领地唯一一个官照过他的人 但随之马文死去的回忆突然显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少年忍不住留下伤心的泪水 而马文被他这一举动吓得有点不知所谓 阿黛琳反应过来后 连忙解释说是因为自己突然有点晕耳 下一秒他笑着说让马文不要再叫他夫人 直接叫他名字便可 马文惊慌失措 他怎么能直呼他的名讳呢 阿黛琳觉得没关系 又不是尊贵到不能叫的名字 马文依旧觉得不妥 结果下一秒赫雷斯突然道 随他吧 于是马文只能吞吞吐吐叫了声他的名字 然后请他上马车 下一秒阿黛琳突然探头看着赫雷斯 笑容明媚地叫赫雷斯扶他上马车 赫雷斯今晚都快要被这个女人搞崩溃了 但也只能无奈扶他上马车 马文来到公爵府这么久 几乎从未见过赫雷斯流露出情绪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赫雷斯叹气 看来这个公爵夫人不简单啊 而马车内阿黛特表面看上去很平静 其实内心早就刚大的扣出三十亿亭了 早知道他就去马文身边坐着了 也不至于被赫雷斯这样犀利地盯着 赫雷斯好像想透过他的眼睛看穿他的内心 于是阿黛琳便躲开他的视线看向窗外 他看着空空如也若大的花园 随口说了一句想把花园改造的华丽 结果男人竟然回他了 他让他看着办 以后他想做什么变作了 不必在这种小事上有他客套 阿黛琳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好说话 那看来只怪上一世的自己太懦弱了 那以后他可就要把上一世敢想不敢做的事情都做了 毕竟这一世他只想为自己而活 女人上辈子是个恋爱脑 丈夫把养在外面的小三带回家中 他也依旧爱他爱的死去活来的 可最终却换来被丈夫无情杀害的悲惨结局 重生归来他只想和丈夫相近如宾 然后找准机会能离他有多远就滚多远 可丈夫却将他安排到上辈子小三住的房间里 他记得很清楚有一天离开家许久的贺雷斯回家时 突然带回来个女人 是个珠红色头发 眼神坦荡的美丽女子 而那个女人理所当然地霸占了那些原本就属于他的权利 下一秒贺雷斯突然开口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问阿黛琳还有没有其他想要的东西 阿黛琳听后敷衍的达菲索问说很喜欢 阿斯特和马文被他这达菲索问的答案直接震惊住 而贺雷斯强装镇定地说那你好好休息 下一秒便直接拽门而出 马文不禁感叹阿黛琳太远了 他们家公爵大人可不是会看别人脸色 不过他们家公爵大人也不是坏人 他只是性格木讷点 阿黛琳想也许真的不是坏人吧 只是过于冷静和精于算计而已 随后阿黛琳说自己还要整理行业 所以马文就出去 过了一会一位女仆走进来告诉他 他是从今天开始负责服侍他的专属士尼凯瑟琳 阿黛琳记得这个士尼 上辈子凯瑟琳一开始还对他以理相待 但很快就开始看不起他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带人亲切 却总是被人看清了 他现在很累只想休息 于是摆摆手让凯瑟琳先出去 凯瑟琳胡思乱想起来 是不是自己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夫人对他这么冷靠 结果想着想着他一个不注意便撞到了旁边的花瓶 而在他要摔倒的一瞬间 阿黛琳突然一把抱住他 凯瑟琳虽然被阿黛琳扶住了没有受伤 但那可是比他一年薪水还要贵的花瓶 他直接愣在原地瑟瑟发狗 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阿黛琳叫了他好几声 他才反应过来 他惊讶地发现夫人还一直抱着父亲 下一秒他立马离开他的怀抱 然后不停地向阿黛琳鞠躬道歉 他本以为阿黛琳会重重地惩罚他 结果阿黛琳不仅没怪罪他 还让他先好好休息不用再意花瓶的事 凯瑟琳原本还很嫉妒他们和公爵大人结婚 但他没想到阿黛琳竟然是个善良又漂亮的女孩 他之前简直就是被朱优萌的心 能成为他的专属侍女简直就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父亲 他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阿黛琳是个多么善良又美一点男孩 他以后一定会全心全意服饰好阿黛琳 另一边赫雷斯还一直对阿黛琳的觉悟耿耿于怀 他和阿黛琳的房间就是一墙之底 他明明没有时间去在乎他 可那天发生的事 他一刻都忘不了 他也不明白自己现在到底是怎么 总是忍不住想起阿黛琳 男人结婚了 却没有入洞房 他娶了伯爵府不受宠的小女儿 结果连一个婚礼都不举办 为此妻子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向他提出就算结婚他们也只是同盟关系 而这句话则一直萦绕在男人耳边 他也不知为何听到这句话后就打心底的不水 他明明没时间去在乎一个女儿 可不知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想到他 这时阿斯特突然走了进来说是有事要找他商量 结果赫雷斯听他讲了一堆废话后 不耐烦地警告道 除非你要说的是关于预言的事 要不然就滚出去 吓一聊他突然又想到阿黛琳 欲知梦告诉他那个女人能分辨天族和魔族 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阿斯特突然开口打断他 他告诉赫雷斯 阿黛琳现在已经是公爵夫人了 如果他还一直叫他那个女人 那阿黛琳会被庸人们无视 赫雷斯听后不耐烦地说现在重要的是称呼吗 我们要做的事还多着呢 而阿斯特不以为然 他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他们原本就是和人类混聚 所以得和人类结婚 生育后代 组建家庭 赫雷斯当然知道阿斯特想说什么 但他没时间去思考这些 已经足足512年了 天国大战以天族的落败结束后 他活着只为了能复兴天界 好不容易唤醒阿斯特和卧杆 可其他的天族连一个痕迹都没找到 魔王的痕迹和魔戒的入口也毫无限度 他身上的担子真的太重了 所以根本没时间再去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 而且他的胜利也所剩无几 说起胜利那个女人好像也会魔法 难道是因为他是预言家吗 预言说阿黛琳能照亮他的眼睛 那预言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他能看到真相的眼睛究竟又能看到什么 可为什么他看着他那双眼睛总有种奇妙的不适感 另一边阿黛琳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该做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自己重生 而且还又回到了本雅克里面 怎么想都觉得不切实际 这么奇妙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在他身上 这时凯瑟琳突然来敲门叫他去用晚扇 于是阿黛琳想换身衣服再下去 结果衣柜门一打开 引领空空如影 见状凯瑟琳慌忙的解释 衣服可能还没准备好 然后说自己现在就去想办法 阿黛琳说那现在他能飞去首都的服装店吗 凯瑟琳听后犯了难 支支吾吾半天憋不出一个字 阿黛琳看着他犯男的样子 解释自己并不是在责怪他 而是在责怪这里的主人和他的朋友 根本没把他这个刚迎娶的新娘放在眼 那看来他得好好教教贺雷斯 该如何对待他这个女主人 于是他让凯瑟琳去把马文叫来 凯瑟琳听完吩咐后就麻溜的去叫人了 男人连一件衣服都不给妻子穿 只因女孩是被迫嫁给他的 而他也没有为女孩举办婚礼 可如今的女孩早已不再是当初任人拿捏的软事 不给他准备衣服 他也自有办法 既然他这么冷漠无情 那就休怪他亲自调教了 于是阿黛琳便叫来马文 让他去贺雷斯房间拿他的几件衣服过来 马文不明白 他拿公爵大人的衣服做什么 阿黛琳笑嘻嘻道 如你所见我的衣服脏了 而且你们家公爵大人还没有给我准备衣服 我是他的新婚夫人 他竟然连这点责任都没尽到 那我只能随便穿他的 听到这话 马文像是发现了惊天大秘密 没想到他们的这位女主人竟然这么勇猛 竟然要亲自调教他们的公爵大人 而还没等阿黛琳开口 是从两人就争先恐后的去准备 看着热情的两人 阿黛琳也不禁感到很开心 前世她面对寒酸的衣帽间手足无措 只能穿着皱巴巴的礼服去吃晚餐 那时她也不敢这么随意使婚忙 凯瑟琳也不会对她露出如此亲密的表情 可没想到前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如今却轻易做到了 另一边贺雷斯听说阿黛琳要穿自己的衣服 立马拍桌表示抗议 为什么非得穿她的 去找一个身形差不多的女仆借一件不就行了吗 马文听后怒吼道 绝对不可以 让女主人穿女仆的衣服可是莫大的侮辱吗 贺雷斯不悦 那她的衣服就可以了 那可是男装哎 马文突然笑咪咪道 当然可以了 夫妻本是一体的嘛 贺雷斯无奈只能答应 这小子明明之前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现在又是顶嘴又是唠叨 但话又说回来 阿黛琳要穿她的衣服 倒是一道不错的风景 她只是这样想着 脸就抑制不住的发活 而换上男装后的阿黛琳 果然不负众人期待 闪闪发光的样子 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贵宫 无需自己动针线 也会有人帮忙两体才艺 这种感觉让阿黛琳觉得很微妙 就像现在脱掉勒人的束身衣一样 让人觉得莫名舒畅 而在见到换装后的阿黛琳 马文也同样被她这一身惊艳倒 没想到她竟然比阿斯特还要帅 她家主人 只可惜长张嘴 阿斯特就属于是那种王子气质 简直就是美男吊杆 和他们家主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阿黛琳思考了一下 阿斯特真的有王子气质吗 马文突然抓到重点 原来在你眼里 还是我们家主人最帅 阿黛琳听后双手插腰 质问马文是不是在取笑她 不过没关系 在她眼里帅不帅都无所谓 只要有钱就行 下一秒她突然想到 以前她确实喜欢过赫雷斯 但亲手杀死她的也是赫雷斯 而再次坐到这个位置上 她依旧是孤身一人 想到这里 她突然停下手上的动作 马文以为是饭菜不合口 想要再准备一份 结果阿黛琳突然开口 公爵大人难道不下来 和我一起用餐吗 而马文告诉她 公爵大人一直以来 都是在房间单独用餐的 这让阿黛琳感到十分不满 你这话的意思 是想让我谅解她吗 马文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脸立马羞红起来 说自己会等 而阿黛琳却笑命一道 这不是你的错 我也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 但得麻烦你 让公爵大人一起下来用餐 要是公爵大人不肯的话 那我就索性饿死自己 无知少女被男人抢娶回家 而她不仅没有给少女办婚礼 甚至婚后 还让女孩独自一人用餐 可女孩早已不是一个 任人拿捏的软世子 她让马文去把贺雷斯叫下来 和她一起用餐 如果贺雷斯不同意 那她就饿死自己 随后马文就马不停蹄地 跑去找贺雷斯 然后把阿黛琳的话载打给她 贺雷斯听后有些无语 真是的麻烦的女孩 马文还继续添油加醋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肯定会有流言蜚语 堂堂等雅克公爵家 竟然不给新娘子吃饭 没等马文把话说完 贺雷斯就不耐烦地让她闭上死 说完下一秒 她就起身准备去餐厅用餐 不知道为什么想想等 不要和阿黛琳一起用餐 她就忍不住心跳下去 贺雷斯很快到达餐厅 阿黛琳也很热情地和她打了招 可贺雷斯没有回应她 只是安静地凌视着她 但阿黛琳并不在意 下一秒她微笑道 谢谢你的衣服 贺雷斯不痛不痒 说了句不客气 阿黛琳对此并不是很难 这就完了 难道不应该夸夸她吗 贺雷斯有些无语 要怎么夸 夸些什么 阿黛琳漫不经心道 我现在是你的妻子 夸一句这件衣服很适合我 你难道都说不出口吗 随后她又委屈地说 既然这样那你还是让我回家吧 明明是你自己要娶我的 可没想到你竟然是个 这么不负责任的女 贺雷斯简直要被这个女人无语死 嫁给她不跟她性 现在竟然还想摆起她夫人的骨 但没办法谁让阿黛琳 是欲知梦里的一言家呢 她只能乖乖夸了句衣服 很适合你 阿黛琳听后满意地道了声谢 然后就开始专心甘返 下一秒她突然想起什么 便抬头盯着贺雷斯道 原来你一直介意我没有改进 她看着贺雷斯被气得 清惊暴起的样子 马上转移话题 食物都要凉了快点吃吧 可吃着吃着她又小声询问贺雷斯 我可不可以叫你贺雷 贺雷斯听后漫步惊心道 随你 你开心就好 阿黛琳文言道 那你也叫我阿黛吧 贺雷斯从没对任何人无语过这么多次 阿黛琳是第一个 下一秒阿黛琳脑海里突然闪现 贺雷斯叫她名字的话 这应该是她上辈子的记忆 下一秒思绪被贺雷斯的声音拉了回来 她询问她是不是不输 阿黛琳甘尬笑着应道 没有 是因为沙拉太好吃了 而贺雷斯听后一言不发 不是一口都还没吃上吗 下一秒阿黛琳陷入回忆 上辈子贺雷斯要是叫过她的名字 她是不可能会忘记的 可25年过去贺雷斯都从未叫过她的名字 但为什么刚刚那个记忆又为何会如此兴晰 难道是自己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晚餐就这样在阿黛琳的胡思乱想中结束 饭后她便到花园里头走起 这时贺雷斯突然叫了声她的名字 而她也下意识回头 阿黛琳没想到贺雷斯真的肯换她的名字 贺雷斯没接她的话 她只想知道阿黛琳对他们知道多少 阿黛琳当然知道不少 要不然前世都敢火 她知道贺雷斯是天族领袖 也是最后的天皇 512年前天魔大战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天族败给了魔族 而这些都是贺雷斯前世告诉她 可这里面却唯独没有贺雷斯的故事 她想听听她的故事 于是阿黛琳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在大战中活下来 贺雷斯文言愣了一下 这么说来 她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想活 她来到这个世上好像只有一个使命 男人只是做了个欲知梦 便强行娶了无知少女 可不成想少女却不是个善茶 少女不仅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 而且还知道500年前发生的事 可她知道的这些都是男人上辈子告诉她的 但比起这些 阿黛琳更想知道关于她的故事 自从那次大战后 贺雷斯就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 她是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前 在生命之术诞生的 天族和魔族的成长速度比人类要快好几倍 他们三四个月就能长到人类五六岁小孩母样 而就是在那时天族和魔族打破了和平协议 他们双方都无视先祖们定下的规则 试图将中间界占为基因 原本天族和魔族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差 人类都把他们奉为神秘 可他们却将白色的天族奉为善 而黑色的魔族却被荡成了 其实他们的本质和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一样拥有善爱 他们有时候会帮助人类 有时候也会折磨人类 有时也会化身成人类的样子 然后融入他们 也许也正因如此 所以他们双方才会都想不到中间界 而他们也都以为这次也只是正常的争执 不会持续太久 可没想到战争竟如此残酷 一瞬之间就席卷了整个中间界 神族却开始节节败退 魔族在领袖卡米拉的带领下攻上天界 烧掉了天族的生命之树 树上的神力全部消散之后 无法使用神力的天族瞬间溃败 而赫雷斯在战乱中被先皇指命为继承人 可他还没来得及接受教育 先皇法比安就死了 赫雷斯就这样被推上天界领袖之位 看着族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 而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没有了生命之树 最后活下来的天族为了疗伤陷入了寂静的长年 而赫雷斯不得不独自活下去 然后寻找沉睡在各处的族人 不幸中的万幸魔王卡米拉也陷入了沉睡中 虽然他没有受到任何重伤 可却莫名其妙沉睡 这一点很可能 但赫雷斯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寻找其他族人 而他也是在那时候找到了阿斯特和沃坎 阿代灵文言好奇问道 是在中间界找到的吗 没错 天界崩塌后 他们只能在中间界的各处沉睡 而公爵领是片暗黑之地 被人类誉为不祥之地 正因此他们才有了培养势力的底 灭族之仇不共戴天 赫雷斯将会唤醒所有沉睡的族人 重新培养势力 然后杀了魔王卡米拉为死去的族人报仇 而复兴天界也将会是他唯一的使命 阿代灵听后心痛万分 前世的他以为赫雷斯身为天皇 不得不完成使命才会那么冷漠无情 可他也没想到这个使命竟然这么沉重 而赫雷斯这个笨蛋却独自一个人 撑了那么长时间 随后阿代灵突然开口道 你好坚强啊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一定很孤独吧 下一秒阿代灵突然起身 轻轻挽起赫雷斯的死 不要担心 以后有我陪着你 赫雷斯看着一脸真诚的阿代灵 难道真的是因为太孤独了 所以才想把一切说给阿代灵听吗 阿代灵入城一个月后 整个府邸都盲成了一锅锅 阿代灵在城中逛了一圈后 就迫不及待吩咐了一堆事 而第一件事就是先从花园入城 这可把可爱的马文盲换了 但等大功告成之后 大家都很开心 男人只是出门半点事而已 没想到回到家便发现 自家主人已经结婚了 而结婚对象竟然是 伯爵斧不受宠的私生女 明明帮老大找结婚对象 这活是他的了 可现在却被阿斯特抢走了 阿斯特文言突然嘚瑟起来 有本事你再找个预言家出来啊 行 他不跟阿斯特在这耗着了 他倒要看看那个女人长什么德行 阿斯特见状还想让赫雷斯去看一下 要是阿代灵被欺负了可懂了 下一秒阿斯特不禁笑出声 阿代灵怎么可能会被欺负 他不欺负沃坎就不错了 毕竟他可是连老大都束手无策的女人 另一边沃坎大不留心地前去找阿代灵 真不知道阿斯特那小子是怎么想的 竟然这么草率地就将赫雷斯的婚事给办 等会他一定要好好会会那个女人 要是不怎么样 他就立刻将她赶出去 沃坎到花园后便看到阿代灵的身影 可那个女人竟然无视了她 于是她对着阿代灵怒吼道 岂有此理 你知道我是谁吗 阿代灵文言看了他一眼 可你明知道我的身份还不是对我一样无人 沃坎听后轻笑一声 区区一个人类就算当上了公爵夫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也说了我是公爵夫人 而公爵是你的主人 你怠慢了我就等于轻慢了你的主人 所以你还打算继续对你的主人无礼吗 沃坎被阿代灵怼得哑口无言 下一秒阿代灵抬眸便看到了他身后背的那把剑 那把剑是米卡格拉斯圣剑 沃坎文言吓了一跳 随后又质问他怎么会认识这把剑 难道阿斯特说他是预言家是真的 阿代灵没回话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把圣剑 随后他让沃坎把剑给他 他能唤醒那把剑 这把剑可是随着生命之术哭死后就陷入了残水 除非生命之术重生否则这把剑不可能被唤醒 沃坎根本不相信阿代灵区区一个人类能做到 但他还是将剑给了阿代灵 因为他想证实一下阿代灵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一言家 而且这把剑对于他来说也很重要 因为这是先皇法彼安的剑 如果阿代灵真的能唤醒这把剑 他想把这把剑交给赫雷斯 于是他还是有些怀疑地再询问了一遍阿代灵真的能唤醒 阿代灵接过去后笑道 既然你这么啃气 那我当然会满足你 还有我唤醒这把剑的理由是希望你用这把剑守护好天皇 下一秒阿代灵就对着剑念起了咒语 沃坎简直不敢相信 阿代灵竟然能用天族的语言念中 怎么可能 他明明是个人类却拥有了这个能力 而圣剑竟然真的被阿代灵唤醒了 沃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竟然在阿代灵的身上看到了法彼安的影 下一秒沃坎马上给阿代灵行李道歉 希望他能原谅自己的无语 阿代灵自然不会与他计较那么多 而完事后沃坎就又去找赫雷斯和阿斯特 阿斯特看着沃坎一副灵魂出鞘的样子 不禁怀疑他该不会是被阿代灵揍了 赫雷斯也赞同阿斯特的想法 阿斯特看沃坎一脸傻样 心想该不会被阿代灵做傻了 下一秒沃坎突然激动的大叫起来 随后他将被唤醒的圣剑举起给他们看 赫雷斯见状突然站起来 他简直不敢相信圣剑竟然被唤醒了 而沃坎也把刚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他们 他也没想到阿代灵真的能唤醒圣剑 人类是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 但绝对无法发出声音 但唯有人类中的那个预言家才能使用他们的语言 而今天的事也证明了阿代灵就是他们要找的预言家